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,感谢收看本频道。 评选结果出炉之前,郑嘉颖曾接受采访,她表示,市地这个称号并不会让其薪酬增加,所以对此兴趣不大。 虽说市地这一称号在TVB不会增加薪酬,但会让其在内地的片酬大增,这一点是郑嘉颖没有想到的。 1月24号,据港媒消息称,内地某节目组已经邀约谭俊燕来内地拍剧,并给出高达600万的片酬。 目前,谭俊燕已经与内地进行隔离,相信不久之后,网友就会见到谭俊燕现身。 据悉,谭俊燕获得市地之后,便被很多广告商看中,不过他本人十分低调,并没有在社交网上透露任何消息。 此次新剧开机的时间将会在农历新年前后,期间还要到寒冷的地方取景,具体的时间要到暑假才能结束。 所以,谭俊燕需要和家人分开数月的时间,这使得他一度十分纠结。 不过为了家庭的开支,以及儿女的教育,他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。 1月23号晚,谭俊燕特地在社交网上分享了一组健身的照片。 从画面来分析,并不是在自己的家里,看起来像是在酒店。 如此说来,谭俊燕确实已经在内地。 熟悉谭俊燕的网友都知道,他起初所在的公司并不是TVB,直到16年才加入TVB拍摄剧集。 总的算下来也就五年多的时间。 在这之前,谭俊燕曾在内地发展过一段时间,不过可惜的是,当时的演技并不是那么出色。 再加上妻子带下女儿,他想将时间放在子女的成长上,所以便在14年毅然决然地回流到香港。 两年后加入TVB,对于北上捞金一事,谭俊燕接受采访的时候非常谨慎,细节问题需要咨询公司。 谭及到感受,谭俊燕觉得这一年非常开心,希望一切都顺顺利利。 这次谭俊燕北上捞金,也说明了娱乐圈的一个问题,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制作方开始重视TVB的艺人,相对比内地艺人的高片酬,香港艺人不但敬业,而且演技出色,绝对可以胜任一些角色。